东湘族的来历 东湘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,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下回族资质州境内。 关于东湘族的来历有三种说法。 蒙古族说一,相传成吉斯汗时期,有许多蒙古军驻守在河州一带,后来大部分调走,但仍有小部分继续留住在东湘地区。 伊斯兰教自西北传入,经青海巡化到达河州一带,当地大多数蒙古人也都改信了伊斯兰教,发展成为东湘族。 蒙古族说二,相传东湘族是元代窝阔台韩国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后裔。 多民族融合说,此说认为东湘族是以东湘地区的回族为主,融合了当地的蒙古族、汉族等民族。 经过长期发展而成。